大家好,我是Stan 11月底,APINK的搜索公司有发表声明 本来以为就这样结束的这个案件 却因为爆料者二次提告Pak Chonon 整个案件需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做过了断了 12月8号,爆料者的法律代理人对媒体表示 最近因为Pak Chonon方散布了恶意虚假谣言 而对我方造成了二次三次的加汗 因此在12月7号,对Pak Chonon的虚假事实以民运毁损提高了 本案件在11月12号,对于Pak Chonon的民运毁损 警方判断不移送处分,只是对于恐吓嫌疑移送到检方了 但是Pak Chonon方在立场文中只是提到了对自己有利的恐吓罪 并且来说是利用虚假事实来威胁 但是在移送检方的资料中,没有一个地方写着 是利用虚假事实来恐吓这些内容 Pak Chonon方的立场文不是事实 对此,Pak Chonon方的法律代理人马上发出了反驳文 我们法律事务所绝对没有发表与事实不复的内容 爆料者主张,自己要求Pak Chonon道歉的行为被警方判断为恐吓了 但是一般常理下,只是要求道歉的话 警方是不可能认为是恐吓的 爆料者方为了让我们的立场文看起来是虚假报道 所以在扭曲事实关系 并且,爆料者用有关Pak Chonon私生获得虚假事实威胁了Pak Chonon 警方是以这个部分判断了有威胁恐吓嫌疑 才会移送到检方的 我们正在等待对爆料者的误告罪调查结果 等结果出炉后,我们会详细发表立场文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应该是想把恐吓当成是要求道歉吧 都已经给媒体发送了那么多资料 怎么会是要求道歉呢 我最搞不懂的是,爆料者为什么要剪辑录音 是担心什么所以会剪辑录音的内容呢 是爆料者的话应该更要堂堂正正的吧 不过Pak Chonon所属公司很会工作 每次在爆料者发表立场文后 都不到几小时就发表反博文 目前为止爆发80正义的所属公司中 对应的最好 对于爆料者以名誉毁损再次提高Pak Chonon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昨天一家媒体用 Sista成员普拉成为修女乐 官方立场这个标题 报道了这样的内容 演员普拉出演JTBC的电视剧 挑战出道首次的修女角色 对,完全是标题党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哎嘻,这是什么 我就知道 我还以为是真的被吓到点进来了 哇,看标题以为是真的了 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标题来报道 还写着官方立场 所以真的有被吓到 甚至就连普拉本人 也在现实动态转发这个新闻后留言 大家都被吓到了吧 我也被吓到了 JTBC韩萨拉曼首播 12月20号晚上11点 请大家多多支持 虽然说是标题党 但确实是帮到宣传了 普拉,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网友们票选 2020年舞跳的最帅的K-POP男男动排行 前20位 20位 XO LAY 19位 ONENOP U 18位 AB6 NX-8 G-1 17位 SF男 于泰阳 16位 MUNSTAX SHONU 15位 NCT 泰阳 14位 JYJ J 13位 2PM Juno 12位 SUPERJUNIOR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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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2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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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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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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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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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9